再接下来这个文字 我想没问题 你看都是文字 有东台 有明晨 有三大 文字 当然我们这边就不用修改 请问一下 这个 有没有看到 颜色也不一样 我应该没有看花 这个是蓝色 这是绿色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蓝色的意思就是 它是很单纯 很标准的文字 你看这也是蓝色 它就是文字 然后这个内容是数字 但是手动被我改成文字 它好像是在讲说 它还是数字的这种形态 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请问 请注意哦 请注意 这个定户数 当我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们到底知不知道 总数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们现在讲那个 COVID-19 好 就是 确诊人数 那我们是不是每天都一直在增加 一直增加 所以现在还不到两万人次 那可是 可是它那个总数是一直加进去 这边呢 是指108年6月 好 这一期的定户数 这个是指108年9月的定户数 所以你不能把这两个加起来 好 来做计算 所以这边我们应该要计算的 倒不是这个总数 而应该是什么 它的平均数 才是比较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观测 去观察 这个平均数 好 在他们这么多期之间 它的一个改变的取试 这就是大数据 所以这边要请稍微注意一下 你不是在算这些每一个月 每一期的一个加总 不是在算这件事 可是 可是假设你今天你要去算 总数目 这个时候 总数目的话 假设你今天要去算 从这家公司 从一刚开始一直到现在 然后总收入 总收入 那假设固定定户数 固定定户数 的费用 假设都是300块 所以你就 这个数字要乘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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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部把它加总起来 好 这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加总的应用 所以请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当你今天拿到的数字 你到底是要用它的总数 还是用平均 那如何去了解 很简单啊 你是不是每个月都拿到类似的数字 例如说六月拿到八万 九月拿到八万 十二月拿到八万 其实我们就比较不会去关心 不会去关心 而且也没办法去计算 那请问你到底这一年 到底这一年 108年三大有限电视 三叉有限电视公司 它的一个总户数是多少 是算不出来的 但是你可以去算108年的 平均定户数是多少 您说是不是 所以记得总数跟平均 在不同的资料里面 有不同的应用 我现在所提供给您的一个 计统计资料应该的一个合并结果 应该是大量要使用平均 而不是加融起来